大家好,我是海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醋溜鸡蛋 醋溜鸡蛋的做法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准备几个鸡蛋 在鸡蛋中加半勺盐增加鸡蛋的底味 半勺白醋去腥 然后我们把鸡蛋打散 多打一会儿,把鸡蛋彻底打开 我们再准备一颗新鲜的大葱 把葱斜着改刀切成段 准备一个小碗 里边放一勺鸡精 一勺盐 一勺白糖 50克的龙门米醋 10克的老醇醋 能吃酸的可以都放成醇 再放三勺生抽 料汁就做好了 润一下锅 然后热锅凉油 下打散的鸡蛋 鸡蛋倒入锅中之后 轻推鸡蛋 让鸡蛋液慢慢的凝固 不要打得太散 太散了鸡蛋就加不起来了 把鸡蛋炒凝固之后 就盛出备用 不用炒太牢 锅内下油 倒入葱花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刚炒好的鸡蛋 接着把料汁顺着锅边倒进去 烹出香味 再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醋肉鸡蛋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鸡蛋 醋香喷鼻 清爽堪胃 一点也不油腻 大家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非常的好吃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话就给我关注吧 我是海帅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